耶稣说到凡是结果子的知子就修理干净 就是我们怎样接受 因为修理完语之后 这个人的成人就更大 但这个往往很多人是很难接受的 觉得很困难 我们一起读这个经文 圣经说到凡是结果子的基督徒都要被修理干净 《语汉福音》十五章二节 凡属我不结果子的知子他就剪去 凡结果子的他就修理干净 使知子结果子更多 第五节 一切可以读的 我是葡萄树 你们是知子 常在我里面的 我也常在他里面 这人就多结果子 因为来了我 你们就不能做什麽 人又不常在我里面 就像知子丢在外面枯干 人受起来 荣在火里消了 耶稣说到凡是属于耶稣不结果子的知子 他就会剪去 结果子呢 他就修理干净 修理干净呢 叫这个知子结果子更多 耶稣有一个很真实的例子 这个是种花的人都会知道这个 就是呢 如果你想第二年开花更多 你就要在今年开花完之后 你就要剪掉这些知子 然后下一年呢 他就会 再有些新的知子出来 也都另外一样东西就是 有时候这些知子是生长得不好 那些知子一定要剪掉以后才能够修理 才能够结果子更多 那这个耶稣很清楚讲到 哪些人是會接受这个修理呢 信耶稣的人 夫得又老人 圣经还发 结果子的人 结果子的人 一直都有困难 不过他认 separating修理 爲什麽啊 其实 Kickstarter 让人都有困难 不過很多人的困難 是不是令他更加變為一個更好的人 但是當一個人親近神的結果子 神就將他修理乾淨 叫他結果子更多 一個親近神的人經歷困難 和一個沒有親近神的人 經歷困難是很不同的 一個沒有親近神的人 他經歷困難 他就會埋怨、不開心、煩惱 也有些基徒其實兩個混合 他又有生命的果子 但是他又有埋怨、又有煩惱 神想修剪 但是越修剪,他就越埋怨 越埋怨的時候,他就越有結果子 所以我們分辨到哪些是神想我們修理的地方 神想幫我們修理的地方 我們就如何回應 也說成在耶穌裡面 耶穌在他裡面,他就會結果子 神的同在就會帶給人祝福 神的同在就會改變人 但是如果子子不在耶穌裡面 我們跟神的關係不密切的時候 就好像子子一 雕在外面枯乾人 拾起來彬在火裡燒了 所以我們基徒的生命 這個經文看得到親近神有多重要 是完全我們前面的路變成什麼人 就是我們有多重要親近神 這點希望我們深深的相信 因為很多人就覺得 總之有些小親近神就OK了 我都是信耶穌 但是這裡說到是時時在耶穌裡面 時時跟耶穌的親密關係 他就會多結果子 如果不是的話 是可以雕在外面枯乾的 所以我們知道是多麼重要 要償在耶穌裡面 也都時時被耶穌去修理 而神的修理和管教都出於愛 在希伯萊書十二章七節 你們所忍受的 是神管教你們 全部的經文都一起讀 待你們如同待兒子 因有兒子不被父親管教的 管教原是眾子所夢受的 你們若不受管教 就是獅子不是兒子了 這個講到就是神的管教 是所有的兒子都會領受的 全部的神的兒女都會有經歷神的管教 這個是因為如果是師生子 就不會有這個管教 但是如果是父親所生的兒子 他一定會管教 幫助他能夠成長 是出於愛神 很想興起我們的生命 祝福我們的生命 所以我們就會說 神啊你出於愛去幫我們 想將更多恩典給我們 當我們遇到困難的時候 這個就是神管教我們的仇 神修理我們的時候 幫助我們 將我們所有的不好的東西 能夠清除 怎樣能夠處理生命 當你今次呢 我會告訴大家 就是不是太難的 有些人覺得很難 有困難 真的很難 很不行 但是當今次呢 你明白了 一會兒我會分析幾點出來 你分析完了 你就會發覺 如果不是那麼難去面對 以及不是那麼難得勝的 是有幾個很重要的 很重要的 神愛著你 看著你 愛著你 很想醫治你 很想釋放你 神修理 我們可以用什麼工具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人的問題 環境的問題 我們內心的問題 侍奉的問題 或者其他問題 很多 總之什麼問題都可以 這些問題 是不是神給我們的呢 是否你家裡吵架 是神叫你家裡吵架呢 不是 是人 和罪 其實我們第一 三略下 我們的敵人 是世界魔鬼 和自己的罪性 哪一個影響我們最大的 是自己 是自己 我們不要第一個說 什麼都是魔鬼 它有份 不過是你自己的心 有沒有跟同神 這一點是非常重要的 為什麼呢 很多人說是魔鬼 那你便不用做任何事情 但是我們自己 我們就要做 我們要處理 我們要面對我們的問題 這些困難是人 或者是罪產生 或者是可以有魔鬼產生的 但是 神的那個修理是怎麼樣呢 就是在這個困難中 神會使用這些困難 在這個困難的時候 就會提醒我們 然後就會教導我們 就是會提醒我們 然後教我們 我用這個 這個代表是困難 這個困難不是神給你的 是世界上的人給你 罪給你的 那你在這個困難裡面 就很辛苦了 但是這個過程 神就跟我們說話 你就會說 哎呀神啊我好慘啊 我有很多困難啊 我不開心啊 就是我們就會有這些反應 那這個時候 神就會告訴你 好了 神會引導我們去信靠祂 去依靠祂 信靠 親近 遵從 信靠 依靠 依靠 信靠 依靠 信靠 依靠 我們來看看一件事 就是 當有困難的時候 當人不順服 首先我們明白 有不順服和順服的方法 接受修理的 當人用一個順服的方法的時候 神的祝福就來到 但是如果人用不順服的方法的時候 那個效果是不好的 首先我們先看幾件事 我們先講幾件事 就是人的問題 環境 內心 侍奉帶來的困難 好了首先人的問題 人有什麼問題呢 人就會有傷害 負面的言語和態度 你所認識的人 在我們周圍的人 有沒有傷害人 你有沒有認識人 是會傷害人的 有沒有認識人 人是從來都沒有傷害人的呢 嘩 真是很少 當上人都有些傷害 有些人的確有很多傷害 有些人就成習慣的 成一種習慣 好了 當別人傷害我們 說不好的事的時候 以下講是 不順服的方法 接受修理 就是神用這個方法來修理我們 首先我講到 這個代表困難 人對你不好 不是這個困難 令到你改變 有些人說 苦難你改變 不是的 有些人的苦難 會變成不信耶穌 苦難不一定會幫人 是當這個人親近神 神就跟你說 有些人是苦難 這個人親近神 幫我 神釋放我 醫治我 在這個時候 神就做功能 其實神也首先跟你說話 所以我們不要以為 有些人會這樣寫 他說苦難就會製造好的基督 不是一定的 有些苦難基督 不是好的基督 可以是很軟 看他怎麼看 他可以經常發脾氣 我都見過很多基督 經常說 哎呀 神對我不公平 有埋怨 或者治療我很慘 會埋怨神 神要放棄 那時候 越修理越壞 越弱 不是神的工作 而是他不接受 就是這個人 遇到困難 有人對他不好 神就說 你搖延他 他說 我永遠不能夠搖延他 我永遠不能夠搖延這個人 這個人 這麼多次得罪我 我永遠不能夠搖延他 堅決拒絕 神一直感動他 他總是不肯聽的時候 他就變了抗拒神 神 有時收到訊息 這樣跟我說 為何神經常都要我們 不要做這件 又不要做那件 經常都要付出什麼代價 經常都要他怎麼傳福音 有些人會覺得 神經常要求 他有一個負面的看法 那個過程 並不會叫他成長 那個過程 當一個不親的神的時候 他是不成長的 所以我們要分別 是真的 不是每一個人經歷苦難一定成長的 我想一下大家的苦難 你的苦難對你是幫助得多 好像令到你更加武力得多 還是 那個比例是怎樣 你覺得你的比例 你的困難是令到你更加依靠神 因為你的困難令到你有時對神有一種 抗拒的心 我可以這樣說 如果你行常來到參加聚會 多數你都會處理生命 因為我們都經常說 但你都會發覺有時有些困難 的而且令到你有些負面的情緒在裡面 我們都不是全部接受完 如果全部接受完是很好的 為什麼呢? 什麼困難來到都會覺得沒問題 什麼困難來到都一樣輕省平安 喜樂 那你已經是基本上 是一個程度的畢業了 如果你什麼困難來到 你都照樣 哈利多日 感謝耶穌 耶穌要幫我 你就已經是畢業了 當然我們永遠都未曾完全畢業 但你只是第一級畢業 已經升級了 但實際上 你有沒有認識 基督徒在困難中 經常都 哎呀 我又沒有 沒有男生追我 我又追不到男生 追不到女生 我又找不到工作 又沒有人喜歡我 教堂的人都不喜歡我 教堂的人是假務為善的 有聽過這些人嗎? 有 有 很多人都是這樣 即是說他的困難 是不是對他有益處呢? 沒有 在乎什麼呢? 你是不是順復神的修理 當神跟你說話 你聽話 你親近他 這些就是益處 所以下次有困難的時候 怎麼看呢? 是不是哎呀 糟了 糟了又來過 哎呀 那人又罵我了 哎呀 事奉真的沒有什麼好果效的 那些人又不接受我 這樣的方法 不是好的方法 不是 不是 而是說 神啊 這個時候 就會分裂我的內心 到底有多少信靠神 其實神最重要的是什麼呢? 就是你有多少信靠祂 而不是你有多順利 但是很多人說 最重要是順利 但是事實上 有很多時候事情未必順利 但是不要緊的 不順利 神可以使用 其實我告訴大家 大家知道 就是我經歷聖靈充滿 是1998年 幫你暴露家衛 我按手祈禱 是將我心情改變 但是神用了很長的時間 其實在那時候 我去服侍 已經很多人 即時經歷聖靈 我很感謝神 很快 很多人已經經歷聖靈 但是神用了很長的時間 幫我處理 被人傷害的時候 如何不被人影響 在困難的情況 侍奉困難的情況之下 一樣依然相信 神在我心裡有禽滅 神一定會成就大功 我當時經歷過很多 很多在困難的時候 我們看到 原來對苦難困難的看法 是會改變我們 對這些神的修理態度 和接不接手 和能不能夠畢業 上升班 一級升班 就是你怎樣看你的困難 我想問一下 你現在想到你的困難的時候 是覺得 哎呀好苦啊 好慘啊 為什麼是這樣 因為 不要緊 這是一個操練的時候 你會用什麼心態 不要緊 你回家想一想 你回家想一想 是不是這樣 你回答得很快 我希望是 我希望是 但是你回家想一想 當你有困難 你家人的困難 你現在想一想 當你這樣想的時候 你是不是會說 這些困難 是會幫我 更加學習到成長 有沒有留意 在困難中 神會跟你說話 感動你 怎樣去更加拿著他 其實在困難中 繼續什麼 信教他一定祝福我 親近他 然後信服他 你就是那件事 得性 即是說 有些人是 越修理越弱 其實不是神不好 而是他不好 人在乎 我們的心 其實我們很多基徒 都會有這種情況 我們剛才幫助我們 好了 當我們信服的方法 接受人帶來的修理 即是說 人的困難 帶來的修理 那又怎樣呢 我們一起讀一下 接受人有罪性 深信在人的傷害中 神仍心愛我門 看順和饒恕 傷害我門的人 將盼岸存放在神裡面 這就是第一 接受人有罪性 所以人會傷害我們是不奇怪的 是必然發生的 這個世界必然發生的事 這是第一 第二就是 因為 深信人在傷害中 即是我們在傷害之中 神依然愛我 人傷害我 不代表神不愛我 神的愛永遠同一齊 接著我講一次 就算有人傷害我 神都不斷愛我 人傷害我 不代表神不愛我 神知道人傷害我的 有些人就說 如果神知道 為何神不將他拿走 如果拿走 唯一帶你去天堂 帶你天堂就拿走了 那你沒有問題了 但是 你想這麼快去天堂 你還覺得 你現在已經是否做好 你神給你的託父呢 如果你未做好 你在世上 無論你去哪裡服侍 你服侍的對象 和你服侍的同工 都可能帶給你一些 開心的地方 那我們怎麼看呢 有些人看 連同工也對我不好 連經驗都對我不好 連傳導人都對我不好 那就會有一種 很負面的感覺 但是我們就說 傳導人有時候 壓力很大 有時候他一下 衝口說的說話 不用那麼放在心上 其實他都是 很容易的 不過有些地方 他會說錯說話 我也會 不要緊的 不是那麼大件事 那心就會鬆一點 但是如果我們看得很重 哇 有沒有搞錯 傳導人都會這樣 我們就很難接受 但是我們說 其實我自己 都是永遠都有 我們錯的地方 不要緊的 那就接受 神仁愛的我 還有那些人看出 那些傳導人 其實都很忙碌 很多事情做 都很大壓力 我看出了他 遙說他 又祝福他 然後呢 盼望存放在神裡面 意思是什麼呢 就是我盼望 不是人對我多好 而是神仁愛我的 當然人總有一些盼望 這個不明顯是錯的 譬如你丈夫 妻子 你當然會盼望 就是你會想著他這個月 他會上班 他會回來 就是他會帶人工回來 他會幫忙清潔 幫忙洗碗 幫忙做什麼 就是他都總有一些 就是你的期望 不會說 我有零期望的 是不是 但是呢 我們人生的盼望 不在他身上 就是不是他變成一個好 好基徒呢 我就有人生的價值 如果我的丈夫 妻子 或者我周圍的人 不是一個好基徒 我就人生沒有意義 不是這樣 就是我們盼望在神裡面 我們一起說 我們的盼望在神裡面 神一定將我身邊提升 神一定將我身邊提升 我們對神可以有極高的盼望 我們對神可以有極高的盼望 對人的盼望 是按照每一個人的 對人的盼望 是按照每一個人的 是按照每一個人的 你看人 就是那個人 你盼望太高 你會失望 但是神你可以有無限量的盼望 但是盼望不是說沒有困難 你說我盼望神 你今年不要給我困難 這件事不會發生 一定有困難 但是你可以說盼望 神一定提升我 你只要走進神的路 一定會提升 這個擔保 你先求神的國和義 這一切就交給你 你跟從神 神一定提升你的 這個是必然的 你可以用觸實這個應許 觸實這個要一起說 我觸實這個應許 我信靠親近遵從神 他必定大大提升我的生命 我的生命在今年會一步一步提升 祝福越來越多人 祝福越來越多人 阿里亞 阿里亞 你信不信 這個是神的應許 但是很多教徒就不觸實這些 要觸實什麼呢 人的不好 所以我們要觸實什麼 不觸實什麼 在俄羅來書13章6節 所以我們可以放膽說 主是幫助我的 我必不懼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不用怕 人能把我怎麼樣 不用被人影響 好了 怎樣在修理過程成熟 你看看那些黃色字 先一起讀黃色字 信靠 親近 信服 然後下面那裡就是怎樣 將一些東西 count off 那些不計算 就是說 不算什麼 不能破壞 好了 標常點 在修理過程成熟 很簡單 就是這個秘訣 難不難 信靠 信靠什麼意思呢 幾大的麻煩 神都愛我 一起說 幾大的麻煩 神都愛我 神定要祝福我 沒有人民的破壞 我只要跟從耶穌 我只要跟從耶穌 我的生命被提升 我的生命被提升 神一定會釋放我 神一定會釋放我 信靠這些 難不難 信靠這些 難不難 即不是很複雜 比較讀science 是不是容易很多 比較你那時候 上學容易很多 很簡單 就是信靠神一定愛我 和信靠神在祝福我 這個經常都宣布 神愛我 神在祝福我 然後得力 是怎樣得力 親近神 不只是信 信是我們的信念 而是和神有關係 親近神就得力了 然後就信服 凡事信我神 這三樣記不記得是什麼 信靠 親近 信服 或者遵從 都是一樣的意思 信靠 親近 信服 然後也要count off一些東西 人的話不算什麼 當然有些好的說話 這個是負面的說話 人的負面的說話 不算什麼 就是不用那麼緊張 就算人的正面說話 他的權力都是神的那裡來的 譬如有 所有欣賞的說話 都是因為神在他身上有好的工作 也都在他身上有好的工作 但是 我們永遠 人的說話 永遠不能夠 像神的說話那麼高 還有 人不能破壞 神在我們生命的計劃 其實就是這麼簡單 所有困難 就是這麼簡單 一起說一次 黃色字 信靠 親近 信服 然後呢 人的說話 人的負面說話 人的負面說話是什麼 人流破壞 就是 四點 四點是什麼 信靠 親近 信服 然後 不用被人 或者環境影響 就是這麼簡單 基本上 你有什麼困難 都是這麼簡單 相信 我用一些實際的例子 你侍奉的時候 很盡力 誰不知 受了很大的傷害 信靠信什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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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所做的努力 神一定知道 就算沒有人知道 神知道 還有神會紀念 神會看到我的心 神會祝福我 我信靠 人家怎麼不接受都不要緊 就是我做了 我應該做的信靠 親近 是做什麼 跟著就 祈禱了 神啊 致給我喜樂平安 不受人影響 阿里路亞 阿里路亞 然後有什麼信服呢 繼續行 繼續做 他雖然需要我們 我們繼續向前 還有對這個人要怎樣 祝福 好嗎 秒他一下 連出我 連出我 好嗎 挖一挖他 好嗎 神會 指桑罵懷 好嗎 好 不愛他 不斷刺他一下好不好 都不好 這就是信服 就算他對我不好 我總是對他好 你總會得勝 其實很簡單 然後跟著就是 他所有的負面說話 不用計較 但是他好東西 我們欣賞我 這樣就得勝了 難不難 不難 我可以 其實不是很難 只是我們願不願意 是願不願意 願意 我想問你 你相信你是一個 在神眼中 很特別的人物 是很寶貴的 你相信 一定 你相信神 在你生命中 將會做大事 你聽祂說 一定會做大事 祂會提升你 會 祂會給你足夠資源 會 好啦 你 會不會接受你周圍的人 是有問題的 有些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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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會不會有些問題 我不是說你現在坐在旁邊的 即是在你周圍 你的家 你的教會服侍 在哪裏 有一些問題 那些問題 會不會真的傷害到你 有時會 有時會 就是問題 我們有沒有 好認 即是覺得祂重要 認真的 你認真的時候 你覺得祂說的話 祂說 你為何做得這麼慢 那你就很受傷害了 其實祂說 你做得很慢 那你說 你可以很簡單 我都是有些慢的 對不起 你又公開我 我盡力 那就是輕鬆言對 是吧 不要這麼認真 是的 即是不用這麼認真 就是信靠 真正 信靠 信靠 還有不要把負面的 看得這麼認真 那就難不難了 不難了 即是不難了 不過是你提自己做的 還有告訴自己 咦 我在做的 還有沒有做的 你想回 你跟某些人的相處 你有做的還是沒有做的 有做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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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有些地方脫漏的 有的 有的 那可不可以提自己呢 可以 因為有時 我們以前一看有時 只是單純用一個 怎樣有喜樂的目的 但現在有另一個目的 那個目的是什麼 被耶穌修理乾淨 誰可以被耶穌修理乾淨 但是你全身信靠 親近信服 不被人影響 一直走神的路 你就會被神一路提升 就是我們的目的 被耶穌修理乾淨 這樣就可以被耶穌修理乾淨 是的 這個我將它簡單地說出來 信靠 親近 信服 耐心處理 總括來說 就是耐心處理 在裏面處理 怎樣成熟 怎樣畢業 就是這麼簡單 容易嗎 很容易 如果你去大學畢業 是不是這麼簡單 簡單 不是的 你懂得簽字 不過呢 這個畢業都不容易 不是的 信靠 其實是否很難呢 在這裏不難 信靠 在那裏讚美神的時候難不難 不難 不難 回家難一點 其實就是我們會堅持信靠 是不是 有沒有堅持親戒 在這裏親戒是否容易 是的 就是堅持 堅持信復 你可不可以 跟一些容易相處的 不是容易 容易信復 就是容易對他好 但是有些人 你不強 是不分氣 我是要讓你知道 我不強 所以你叫我做 我一定不做 這個就是人的性格 但是我們得性 反而就是 不要緊 就算這個人不強 我照樣去做 都可以的 而內心處理 內心處理 是需要用神的說話 用討告 還有 找出自己 由這個德性務局 其實是一個衛生處理 記不記得 是甚麼 第一 知道我的問題是 有大有 有個 有個甚麼 有個甚麼 破壞性 破壞性 是的 第一就是 留意 第二就是 破壞性 第三 聖經處理 很厲害 第四 選擇性順服 第五 不是選擇性順服 不是選擇性順服 選擇順服 不是選擇性順服 選擇順服 不是選擇順服 對嗎 對嗎 然後第四是甚麼 親人 親人 親人神 就是這麼簡單 這個就是 德性的秘訣 選擇順服 好了 有甚麼難處 我們被修理呢 為甚麼這麼難呢 第一就是情緒 當人說的話 馬上鼓鼓聲 嗯 有沒有搞錯 心很不喜歡 其實我們 人就是這樣的 多理智都好 當一個情形 一個情況發生 馬上 那些理智好像 都忘記了 是 我們知道 情緒是一個大敵人 第二就是 價值觀 譬如 當一個人經常 覺得一定要結婚 你說幾多話 他都聽不到 他總是覺得一定要結婚 並且會歪曲 聖經 我曾經有人說 他説 《高隆獨》後書那裏 說到 是信於 你們與不信 你不要同會一握 你不相會 你不要同會一握 他説這不是說結婚的 他説這只是說做工 我説為甚麼 如果是結婚 這麼大的事 應該要說清楚 要說清楚 才是說到結婚的 就是他用這個原因 那我就跟他說 後面的經文 是說到 光明與黑暗是否相通 即是說 光明與黑暗是否相通 所以是說到整個生命 不只是說到做工 他就會說這個只是做工 電話、手機 好 我們的價值觀 即是有些人總是覺得 另一個價值觀是甚麼 我要被尊重 尊重是好的 人人都喜歡尊重 但當你要求別人尊重 要求別人多謝的時候 要求別人怎樣感激 就會產生問題 然後思想模式 即是負面或是消極 有沒有發現 有時很容易 我們會想 負面的想法 哎呀 真的很難 很困難 其實呢 我是屬於一個正面思想 但是呢 我都發覺 我一樣有負面的想法 這些事情 很多時候會想到困難先 那這件事 都是我學習成長 學習成長 咦 為甚麼有些事情會看困難先呢 我就應該先看看人的好意 人的心態先 但是事實上 太多人 你留意一下 很多人發的那些訊息 那些WhatsApp 那些很多都是 流失眼淚 沒有激氣 就是那些不喜歡 那些這樣的動作 都是這些思想模式 而且都是同神的關係 和信心問題 就是這些就會爛了人 為甚麼 為甚麼這麼簡單的人做不到呢 就是情緒就是不肯 不肯 這裏沒有問題 但是回到家的時候 有些人我們不喜歡的時候 我們就會很難處理情緒 價值觀總是很想人體重我們 思想模式 和基本上和神的關係疏遠 有一個很重要的就是基神 我們永遠都不能走得脫神的眼睛 神知道你的心愛有多少 他看得很清楚很清楚 其實很容易看到的 有些人 服侍、侍奉 是為了甚麼呢 是想人看到 想人看到 而當人看不到的時候 他就會失望 而我們最重要是神 就是為了神 就是為了服侍主 不是為了人的緣故 好 好了 這裏我講到情緒了 就是一個人 可以有很多種情緒 被人指控 內疚感 低沉 憤怒 和螺旋式下降 就是負面思想 令整個人覺得越來越憂鬱 負面情緒 有沒有發覺 有時 有些情況就是 早上起床就不開心 然後整天都不開心 用一個例子 你準備了一件事 但是遲到了 結果呢 就做不到 那整天呢 就在想 哎呀 今天真是壞了 今天遲到了 今天做不到 沒有 會不會整天就在那裏 會呀 很不開心 這個是很自然的 沒有 所以這個一定要自覺 自覺 一定要自覺 為什麼呢 這個是我們不知不覺地 我講一個例子 我真的會有這種情況 譬如我 有一個人見 但是我遲到了 我一邊見他 我一邊想回 我遲到那個 一邊整天想回 為什麼他今天遲到了 就是那件事呢 始終在我的心裡 一直影響我 其實我 就是這樣做 是沒有什麼幫助的 我可以說道歉 對不起 然後呢 我就放手了 那件事就不再在我心裡 但是很多人就會 被這些影響 而情緒會令人 失去處理的能力 就是怎麼樣呢 當於情緒呢 他不懂得處理的 就是現在你們都很平靜 但是你可以想像 我不知道大家會認識這個人 我曾經認識一些人呢 他是很正常的時候 很正常的 但是有一個情況 會聽到他有一些的經歷 是我沒有什麼想像的 譬如有些人會 在家裡發了爛渣啊 和家人罵了大交啊 在事控的人罵了大交 但是他的教會沒有的 就是和我們相處的時候沒有的 但是他回到家會這樣 就是因為他在那個時候 情緒控制的時候 或者他回到家低沉啊 憂愁啊 這個都是很真實的 這樣的時候 容易被神管理 容易被神管理 修理乾淨啊 是很難的 所以這個就是知覺 必定是知覺 如果我們不知覺這件事 我們是處理不到的 知覺而去處理 好了 《得四五步曲》 就是我曾經說過了 一起說過的keywords 重要的字 留意 何為性 聖經處理 親近神 持續選擇 述福 我們一定要刻意 其實基本上 為什麼這麼多人 處理不到情緒呢 就是當情緒壓著 你有沒有見過人摔角啊 摔角 你有沒有試過 小孩子的時候 和你的家人摔角啊 就是誰壓著那個呢 有沒有試過玩過 有 有沒有發覺他壓著你的時候 很難回頭的 有沒有發現這件事 沒有 鎖定了 就是他壓著你的時候 是很難回頭的 那 在這個 和情緒的都是一樣的 很多人就是被情緒壓著了 很難出來的 是必定要用刻意的方法 就是其實我自己 我都曾經有一段時間 是有一種懼怕 我發覺我無緣無故 會害怕的 就是因為人的批評 周圍人的負面說話 那我是怎樣 刻意每一天 其實那個懼怕 好像壓著我 但是我就說 神是愛我的 我又真是愛主的 我真是服侍主的 神是喜悅的 其實那些懼怕不需要的 那些人說的說話 我不用放在心上的 我就在那邊宣告 神在愛我的 我是可以喜樂的 阿里多耶 感謝耶穌 阿里多耶 那我又喜樂 但是那一步喜樂 又再來我 我又再宣告 一路宣告到 一路持續地宣告 結果後來是沒有了 感謝耶穌 好內衷會出現一下 立刻我又宣告 還有我一起身一習慣 還有我不是只起身 我一知覺 我就立刻 整個感謝耶穌 譬如很簡單 我跟人聊天 我一走上去 我一路走的時候 你都能感謝耶穌 我應該一直感謝耶穌 我已經是一種習慣 我一路走路的時候 一個人 我通常已經很自動地 會感謝神 相信神愛我 很多時候 我一天很多次宣告 神在愛我 神在祝福我 我是可以做更多的服侍主 我希望大家都 時時這樣相信 整天告訴你 那你的心就會很直面 阿里路亞 因為人總有一些 對自己的批評 就好像有人說過 一張紙 你看上去的時候 是白紙 這裏有一點 稠稠的 人總是會想 你想回 是不是有時候 我們想回 同一些人的相處 我們有些服侍 和一些人的關係 總是想回 哎呀 我在那個地方做得不好 有沒有這樣的經驗 有 其實人都是會有的 我們就知道了 如果我有這個情況 我繼續內疚 有沒有幫助 沒有幫助 所以我就說 我可以做到什麼 我就認錯 我有什麼可以改 我就改 當我這樣做的時候 我就放手了 我就選擇 要 好有趣的 普通說話 就很難回頭 我試過在大學的時候 跟一個同學 因為那時候 他們說有摔角比賽 我還沒玩過 幫我試試玩 那些摔角 不是電視那種摔角 就是把對方壓住 我發覺是沒有辦法 那個同學 因為他學過摔角 他壓住我 我直接沒有人回頭 他很容易把我壓住 就是我以為不是那麼難 但是我當我發覺 楊壓住很難 在摔角是難 但是我發覺 在情緒上 可以很難 但也可以不是那麼難 只要你說 神在愛我的 神幫我的 我是不需要不開心的 我是有盼望的 那你就可以得勝的 那是不是很容易 好像躺了出來 就是你很難壓住 你會很辛苦 那如果你躺了出來 你放低了之後 是不是舒服 而是個point就是這樣 你會說不要緊 那個人說的時候 說不要緊 就是不介意 就是不介意 那個情緒被壓 不是 情緒被壓 是因為我們的看法 我們覺得他壓住我 是很緊要的 就是背後的原因去處理 是的 處理背後的原因 就是說 他這樣對我 是不緊要的 跟我說一次 那些人這樣對我 是不緊要的 那些人這樣對我 是不緊要的 我們馬上學會 有失敗是不緊要的 跟我一起宣告 有失敗是不緊要的 有失敗是不緊要的 當然 兩個人都看過 有些人說失敗 我以後失敗 不是這樣的意思 你現在失敗 你下一次努力就可以了 你失敗你繼續努力就可以了 做錯 你悔改就可以了 做錯 你悔改就可以了 個個都會做錯 是不是 犯了罪 我們悔改就可以了 犯了罪 但你不要說 我現在犯罪 然後我遲些悔改 那你就刻意犯罪了 那你就會破壞 但是呢 當你習慣了在神裡面 你就知道犯罪一定被魔鬼流 所以決意 我不再犯罪了 因為犯罪 將這些全部的努力 是破壞的 就會在罪中的捆綁 記不記得有時犯了罪 哇內疚很久 是不值得的 是不是不值得 所以一有罪的意念 立即處理 這個是最好的 OK 好了 約瑟就是一個被神修理 而更加成長的人物 他是真的很多修理 創世紀五十章二十節 從前你們的意思是要害我 但神的意思是原始好的 要保存 許多人的性命 成就根本的光景 當時的修理容易嗎 不容易 是否神修理 約瑟呢 不是 是他這個歌 做一些事情 但是神 這件事發生了 但是神在這件事上 在約瑟的身上做功 他做些什麼功呢 一直感動他 不要埋怨 放手 你親日我 你時時有我的同在 有相信信心 我會祝福你 你所見的夢 將來會實現 神可能用這些方法去提醒他 那他就是 跟著神的大力 其實約瑟會這樣做 你覺得是他自己 決意這樣做 當他被他的歌 賣了之後 然後他就一直 好了 我決意不給他一個歌 因為神就在跟他說話 其實他是 他是有被影響的 所以他第一個兒子 叫做忘記 就是 因為他難於忘記 所以 他第一個兒子的名字 過於是忘記 他就是 講到他自己 我需要忘記 這個就是 約瑟其實也要處理 他不是自動的 他不是自動波 他是要處理的 而保羅亦都被神修理 而更加成長 《歌歷德》後書四章八節 我們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爛 卻不自失望 遭逼伯 卻不自被丟棄 打倒你 卻不自死亡 身上上 帶著耶穌的寫史 耶穌的生 也已名在我們身上 保羅受了很多苦 四面受敵 卻不被困住 心裡作爛 就是困惑 但不會失望 為何會這樣 但他不會失望 為何會失敗 心裡有些作爛 但他不會因此而失望 我知道神一定有他的方法 有他的工作 譬如《歌歷德》後書 你看到《歌歷德》教會給他 有很多困難 他心裡可能困惑 但神一定會有出路 遭逼伯 他不自被丟棄 打倒你 他不自死亡 雖然打倒也不死 他永遠都靠著耶穌向前去 做宣教是容易嗎 其實他是面對 他是去到哪個地方 都有猶太人去抵擋他 但他就是靠著耶穌 其實他經歷很多困難 在困難中他就不斷依靠神 阿里尔耶 這裡先要說到環境 看看是說人 第二個就是環境 一起讀一下 深信神在生命和環境有奇妙安排 神總會為我明開一條出路 就是這麼簡單 就是神有奇妙安排 他一定開出路 有困難一定的開出路 就是這麼簡單 其實不是很難記得的 聖經裡面的真理 雖然很複雜 但也可能很簡單 哥林多前書十章十三節 你們所預見的試探 無非是人所能受的 神是信實的 必不叫你們受試探過於所能受的 在受試探的時候 總要給你們開一條出路 叫你們能忍受得住 即是神一定為我們開出路 一定有出路的 一定有幫助我們的 馬太六章十三節 你們先求他的國族 他的兒子的東西都要加給你們 神一定會祝福凡是跟從他的 所以困難不用怕 又第三 我們負面的基本上是一樣的 我們不再重複說了 負面就是會擔心憂慮 猛疹怒怒怒怒怒 被情緒壓住 各樣的影響 信服的方法 接受內心帶來的修理 就是內心 有時人的內心會有憂傷 痛苦 困難 內心的信念影響我們 是否會受傷害 我曾經說過A、B、C的觀念 處理情緒 A就是發生的事 B就是信念 C就是後果 譬如兩個人有病 一個人覺得 我一生人這麼勞苦 幫這麼多人 他們用一句說話 天無眼 我一退休就病了 他會這樣說 這就是他觀念 我應該退休還有二、三十年 沒有病、沒有痛 他覺得是這樣 但有個人說 尤其是基督 我去天堂 不要緊 在祈禱神也會幫我 他的心就會輕鬆很多 哥倫多後宣十二章九節 他對我說 我的恩典救你用的 因為我的能力 事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所以我更喜歡誇自己的軟弱 好叫基督的能力浮備我 就是說 神說我的恩典救你用的 這句說話 我也記得在一個影片 DVD 十字架耶穌在中國 不知道大家有沒有看過 其中有講到一個人 他嘗試 他又被迫白 抓去坐牢 他嘗試自殺 有沒有印象 他用這條電線調上去 為什麼電線就斷了 他就跟神說 神啊 為什麼會這樣有 神就給他這句說話 我的恩典救你用 他聽到這句說話 他就很感動 他就一直能夠有力量 去到最後 神就是祂的恩典 多困難都好 神說到我們一定沒有困難 因為聖經說了 馬太二十四章 說到末日 啟示錄 尤其十三章 說到是基督徒受迫白 神沒有說到我們 將來一定沒有苦難 但是神應去什麼呢 在苦難中 神一定給我們力量 我們會有額外力量 到時候 你不用想說什麼 誰會教你說什麼 聖靈 如果聖靈會教你說什麼 他也會教你怎樣 教你什麼 怎樣處理 如果聖靈會教你怎樣說話 聖靈也會教我怎樣處理事 所以就說 我知道神一定為我開出路 一起宣告 聖靈會神記實 這句說話 神一定為我開出路 神一定為我開出路 有一天我被迫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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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記得神知道的 神一路為我開出路 神一路為我開出路 神基督的能力浮備我 並且他的能力在人的軟弱上顯得完全 人的能力上顯得完全 即是我們人軟弱 但他的能力是顯得完全的 不是我們有多好 好了 由侍奉帶來的修理 侍奉有沒有試過有困難 有啊 有啊 一起讀一下 神使用事夢的困難 叫我們更成熟 事夢困難或失敗 不代表以後沒有機會 就是說這些事夢的困難 叫我們更加成熟 其實所有成熟的牧師 講道 都一定經過困難 他的講道才有深度 如果一個人沒有經歷過困難 他講的道就只是 他不講得出人的困難 凡是一個人 他真的跟神有物質關係 他一定是 即是在過程中 他經歷過很多困難 他在困難中拔著耶穌 一直始終不放棄 拔著耶穌 他在這件事上就得勝了 而事夢困難 因為很多時候我們就覺得 哎呀我失敗了 做得不好了 但不代表神的機會 以後神 因為神定義要使用我們 是嗎 《高龍德》後書十一章二十六節 這個講道寶樂 由女士行遠路 遭江後的危險 盜察的危險 同眾的危險 外光人的危險 城裡的危險 國野的危險 海津的危險 賈弟兄的危險 由二十八節 除了這外面的事 還要為眾教會 掛心的事 天天壓在我身上 你已經講到他外面 受到迫迫 也都包括假弟兄 假弟兄 是在哪裏發現的 即是在街上 還是在教堂裏面 是的 在教堂裏面的假弟兄 即是他在教會裏面 有一些假的弟兄 如果你在街上那些 不是弟兄 也不用假 他簡直就不是 這是假的弟兄 還有為眾教會掛心 他不是 即是他 武朗不是說 哇 侍奉到壓住了 整天都 如果是這樣的時候 他就不會說 你們要喜樂 我再說你們要喜樂 他是講到在神裏面喜樂 所以他那種意思 即是說 他在神裏面喜樂 但是他掛念他們 知道他們有困難 知道他們軟弱 他就為他們討告 他心裏面是掛念他們的 即不是說 他們死去死了 他們自己軟弱 他們要交障 即是他心裏面掛心 即是說 保羅在這個過程中 容易得他視夢 他去很多地方 受很多迫迫 很多的困難 教會也都不是全部聽他的話 但是他依然在視夢中 他站穩 並且有些地方 在高隆多詞書教會還怎樣 他說有些人是屬什麼 有些人是屬什麼 屬基法屬保羅屬亞 是的 即是分黨 分黨分系 現在的量 是的 即是在那個時候 也都在教會 即是有些人 就不太接受保羅 就說他言語粗俗 意思不是說他用俗 不是說粗口的粗俗 而是他不夠用希臘文的文化 有些人可能 因為希臘文 希臘文是可以很漂亮的 那麼保羅 就不是用那些這樣的語言 來溝通文 但是呢 普羅就是 在這些情況 他依然是站得穩 阿神 阿神 你想不想這樣 你想不想是你的生命都是這樣 是嗎 如果你去到天堂 有果子 哇 神說你看看 你的果子 你看看後面有幾個人 是你祝福的 你想祝福那麼多人 你一定是怎樣才行 今天的信息是甚麼 一定是你的生命被修理 是嗎 正經是說修理乾淨 是不是一定要被耶穌修理乾淨 是 一定 所以下一次有困難的時候 你選擇甚麼呢 感謝主 感謝主 第一步 你不會說感謝主 你被人罵完了 感謝主 也是 神在愛我 雖然祂罵我 但是神在愛我 神也祝福祂的 就是 那個人罵完你 你沒有理由感謝神 祂罵我的 而是你說 不要緊 神看著我 神祝福我的 神看著我的 神看著我的 就是 事事就是用神的眼光看 神看著我的 神和我一起 哈利路日 是否這樣回應 你怎麼回應呢 你就有智慧了 你就不要說 那個人罵完你 你就說 你說甚麼都沒用的 神看著我的 那你就不智慧了 即是 如果祂叫你做甚麼 你就說 好吧我去做 如果祂是對的 祂沒有看到你做 祂就當你沒有做 那你就說 好吧我去做 即是你用一個 柔和的心去面對 但你就不要說 你雖然接納我 但神接納我 那你就拿交流 大家分不分別到 阿利路日 阿利路日 他做錯了 怎樣 我們做錯了 他做錯了 他做錯了我們 就算你做錯了我們 還是跟他 這些就是智慧 怎樣處理 這個 這個 即是說 信服 到底聖經是說到信服 是 即是譬如那個 我用一個例子 譬如一個傳導人 他說 我們現在一起去 支持接眾 不支持 現在是不支持 即是我譬如這樣說 或者 他會做一些事情 剛剛今天我收到一個 甚麼 他要反對奧運 他說 我收到這樣的訊息 即是 聖經 講到信服 是講到 我們應該支持他 跟他一起合作 但聖經也有講到 信從神 不信從人是應當的 不是 他講甚麼 我們完全一百分之一百 完全要信服 但你對這個人要信服 他的職位 我們要信服 他所教導我們信服 但他不是每一件事 如果不合乎聖經 都是信服 但是 這個當然要分辨的 譬如說 有些人就覺得 信服就是 無論他做錯做對 我們都是永遠信服 其實聖經又講 另一句說話 就是彼此信服 所以聖經裡面講到 這個不是一個信服 這個教目 不是說你信服到 就算他錯 我們照樣信服 譬如有一天很簡單 你在那個教會 那個教會的領袖 真的去跟從敵基督 那我們會不會跟從呢 我們一定不會跟從 所以 違反聖經的 我們一定不會跟從 至於有很多智慧的選擇 譬如說 是否戰衷 有些基督徒說 贊成戰衷 有些基督徒說 反對戰衷 我們這個 你可以選擇 我跟不跟他戰衷 或者反對戰衷 但是 你不需要在教會 就說 我們現在要反對這個教目 因為他支持戰衷 或者他反對戰衷 我們一定要反對 但是有一個智慧的做法 譬如說 應該做這個報道會 應該有這個方法的報道 我們不需要反對 就算我們不認同 我們不需要一定反對 即是我們 即是在教會裏面 我們都是保持這個合一的心 除非它是違反聖經 違反聖經 是 聖經是有講到 我們是要分辨的 假先知 聖經有講到 你憑他的果子 也知道他是假先知的 這個是 是基督徒有責任的 基督徒有責任 這個信仰的分辨 是我們有責任的 不是說 譬如 譬如我有一天 講一篇道 假設 完全違反聖經的 你不要說 是呀是呀 這個不是應該這樣做的 你是會跟教會說 為何你今天講這篇道這樣 你可以問他的 你不用罵他 但是你可以問他 這個就是我們分辨 這個就是一個處理的問題 五求主幫助我們 今天我們看得到什麼呢 就是 很重要 就是很簡單 怎樣得性 怎樣畢業 你想畢業嗎 其實神要我們畢業 即什麼事發生 你都說 哈利律 我信靠神一定祝福我 我親的神有力量 我就一聽聽神的說話 一定是祝福人 而我呢 裏面處理我裏面的人 其實 是不是很難很難呢 其實不是很難的 不是很難的 我們一陣子 我們一起祈禱 神主耶穌幫助我們 我們裏面有幾多 虎毒呀 虎面呀 肯被耶穌修理的 肯被耶穌修理的 我們想回 什麼時候耶穌修理我們呢 你能不能夠說得出 什麼時候耶穌修理過我們 然後我們去怎樣回應祂呢 耶穌幫助我們 看得到神 你怎樣使用人呀 使用環境呀 使用我們內心的困難 侍奉的困難 各有的困難 健康的困難 來是讓我們去處理 我們生活中的問題 讓我們被修理乾淨 但是很多時候 我們不知覺這個修理 結果呢 是我們被魔鬼留的地步 以至呢 我們在修理過程中 我們不聽話 我們反抗 求耶穌施恩念密祝福我們 提升我們的生命 帶領我們 主耶穌也都幫我們 在順復 真正順復 按照聖經的順復 保持教會合得的順復 我們在所有這些問題裏面 我們都得性有緣 主耶穌幫助我們 用正面看我們的困難 心裏不要存在埋怨 苦毒 為何人這樣對我呢 不公平 神啊 我們要放下這些 我們心裏埋怨神啊 你幫我們放下這些 靠著耶穌得性有緣 哈利路亞 感謝耶穌 多謝天父 求主幫助我們 下一次有困難的時候 我們立刻想到 現在我們就被修理 關正的手 我們就立刻去處理 多謝耶穌 呼吸 為何人生 我聽到 你一會兒 我請到 你一會兒 走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